安卓手機 當成一個美肌的相機 投影到電腦的 obs 上面去做直播 然后呢 這邊你還可以設美妝嗎 還設定口紅 口紅可以強一點弱一點這樣子 然后呢還可以設定美顏 到底是美 眼型到底是要 鵝蛋型呢還是要長型的 好隨便設定 皮膚呢 還有設定這柔韌這樣子 這邊是直播端 然後那邊是 觀看端 觀看端是有一支iphone手機 然後呢投影全螢幕直視的螢幕到這個電視上面去 然後我們在直播的過程中就可以透過這個 觀看端的手機打開來 然後呢去看這個直播的畫面 就像這樣子 那主要是你這樣好處是你這邊可以留言 留言看的非常的清楚 觀眾的留言你就可以立即的反應出來 而且呈現的是一個大的螢幕出來 如何將手機當成美肌相機 然後在電腦 obs 直播 首先呢你要先將你的手機的影像 整個投影到電腦 關於這投影呢有無用無線的方式 或者是用有線的方式 呃我在這裡不太推薦用無線的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商業的直播 你用無線的方式有可能會受到外面的 wifi的干擾比如說隔壁阿公阿嬤在用wifi在傳 line 啊幹嘛幹嘛的就會受到干擾 這樣你的直播有可能會被 干擾到 那這樣的風險就會提高了 我們這裡是采取的是用有線的方式 我們用的是用擷取卡方式 這樣這個安卓手機啊 讓他讓他 hdmi 輸出 然後透過擷取卡進入到電腦的 obs 上面 如果這是安卓手機的話 請準備一個 usbc 的 hub 你這樣連接上去 那這時候呢 安卓的畫面就會投影到這個電腦的 obs 上面了 你看到這樣子吧 那這時候呢你再打開相關的 app 比如說這個美肌的 app 打開來 美肌的 app 打開來他是強迫的是直式的 而且這時候這兩邊是會浪費掉的 以我們現在的為例 這邊的解析度是1920x1080 那你真正使用的就有這一塊的面積 這塊也只有原本的1920x1080的三分之一 不到60萬畫素 那這時候你要把這塊畫素 然後去做成ohd的直播的時候 這樣的解析度就會非常差 你應該看到的是希望長得是這樣子 手機直式呈現在 obs 是躺下去的滿框 這樣我們只要利用 obs 的旋轉90度的技巧 就可以讓這個百分之百的畫面 原汁原味的呈現到直播上面 我們就不會浪費太多的解析度 這就像我們今天影片的標題寫的一樣 你沒有注意幾點細節的部分的話 你做出來的美肌的效果會非常的模糊 解析度會非常非常的差 好我跟你介紹這個產品 這是我們公司最近開發出來的叫做 Febon 直視全螢幕投影器 他可以讓手機呀 這個手機包含安卓手機或者是 iphone 手機 然後呢直視的呈現 現在這個電腦的 obs 上面 當然要透過這個擷取卡 視訊擷取卡我們採用的是 Febon 179 plus 的 hdmi 擷取卡 原理是這樣子啊 將這個電源插上去之後 這邊有個usb的 接口嗎 這個usb的接口就接你的 傳輸線 以usbc的手機 來說的話你就用usbc的 傳輸線 這是usbc的接口 如果你的手機是iphone的話 你就準備lightning的傳輸線 如果你的手機是micro usb的接口 請你準備micro usb的傳輸線 好以這個是usbc的接口我就準備這條 usbc的傳輸線好 我們先將5伏特的電源連接上去 連接上去之後你就看到這邊會有燈會亮好然後呢這邊有個usb 的傳輸線 連接到你的手機 這樣子你會看到充電符號然後呢 他會請你下載一個app 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那下載完之後他就會 你就會說 要不要投影你就按立即投影 那打開藍牙你就打開來就這樣子 然後呢最後hdmi再把它接出來 連接到視訊的擷取卡 這是hdmi的視訊擷取卡 好這時候呢畫面就會呈現 只是躺平的全螢幕 那我們這時候再打開這個 美肌的app 這樣就可以了 還是有幾個小記者會發現 奇怪 雖然他是橫式躺平在這個電腦obs上面去 我們等下就抓這一塊的解析度就可以了 這一塊解析度比剛剛的 左右補黑邊這邊好太多了解析度 充滿了這整個obs的畫面 那還有個 最大的問題就是這邊會有icon 那手機這麼有icon 那這時候你就要找到一個適當的app 那這個適當app請你在網路上找找看吧 那如果你購買我們公司的這個febom 這個手機直視的全螢幕轉換器 我們會將這個適當的app 放在這個上面的說明書上面去 如果你不買沒有關係你就在網路上面搜尋 適當的美肌的app 你就在google play打美肌 然後呢一定會有一款app是 這邊不會有這樣子的 哦比如說這款美肌的app嘛你看 他就icon就沒有了什么icon都沒有 這樣子 那我們等下就要利用這款美肌的app 去做一個直播的設定 我們現在來告訴你完整的obs設定 首先呢你要做直播請你用有線網路 把這有線網路連接到電腦的 這個有線網路的接口 然後呢 再連接你的麥克風 呃我這裡是用一個3.5am的麥克風做 做一個示範 這是3.5am的麥克風 然後再接一個30塊台幣的一個 usb的音效卡 然後連接進來 這當我的麥克風 然後呢再連接視訊擷取卡 我採用的是我們公司的febom 179 plus 的hdmi擷取卡 將這一個usb連接到電腦 然後這邊有hdmi輸入 hdmi輸入就接我們剛剛那一個 直視轉換器的hdmi輸出 然後連接到這個擷取卡就可以了 連接上來 打開電腦的obs然後呢請你按這邊有一個新增 視訊裝置 因為擷取卡是視訊裝置 去抓這個4k的擷取卡這一只 好按確認 然後呢 在抓聲音你就抓一個擷取音效輸入 好 你就打個mic 去抓那一只usb的音效卡 然後記得這邊按下這邊 mic這邊你要讓聲音延後200ms 這是我們的經驗值 好然後最後我們要將這一個畫面調整成直視的90度 這邊影像這邊你打這個 1080x1920 一樣下面這個解析度也一樣1080x1920 然後這邊打30幀 套用 確認 然後你看這畫面是顛倒的 你看這畫面是顛倒的 那就滑鼠右鍵這一個地方 有個地方叫做變形 然後呢順90度 把拉滿全螢幕就可以了 我們剛才的obs設定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將 這個 手機的影像投影到這個電腦 然後轉90度 用擷取 視訊裝置 另外一個就是抓麥克風的聲音 這就是麥克風 好那我們現在介紹的是說 美肌的參數設定 你可以設定什么 什么奶油風啊 什么質感啊 你還可以設美妝嗎 還設定口紅 口紅可以強一點弱一點這樣子 然後呢還可以設定美妝 到底是美 眼型到底是要 鵝蛋型呢還是要長型的 好隨便設定 設定完之後 這邊還是有什么icon啊那些有的沒有的嗎 那 你們看哦這手機上面這邊有一點 按下去 這時候就會呈現的是乾乾淨淨的 你看現在畫面是乾乾淨的吧 好我們現在把這個臉書的金鑰叫出來 我現在用臉書做示範 然後這邊就是按下直播 然後這邊就選擇 然後把這一個 金鑰把它copy下來 到你的obs去 然後這個串流這邊 把貼上去就可以了 好貼上去之後請你按就用套用 確認 然後這邊 開始串流 給他按下去 好啊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直播囉 這時候再打開另外一隻手機 來看直播 我來看這邊 啊就出來了 這樣子 這就是你的實際直播的畫面 那如果你覺得這支手機呈現 的畫面太小了 那我們還可以另外一個把戲出來 我們現在是用這支手機當著美肌的相機 然後透過這個轉換器進入電腦的obs上面直播 然後由這一個 iphone手機來觀看 那iphone手機光太小了嗎 那我把可以投影到這個整個大螢幕上面去 我們只要接這個iphone的傳輸線lightning的傳輸線 連接進來 到這個轉換器 剛剛說了 就是換成 該手機的傳輸線就可以了 接上去 就按信任 你看吧連接之後 觀看的手機的畫面 投影到全螢幕的電視上面 可是好像是 畫面顛倒了嗎 那沒關係 我們這邊 轉換器後面這邊有一個 接口 按下去 他就調整了 你看吧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完成了一個 很完美的直播 我們在這直播的過程中 我們採用了兩個白色的盒子 那 這個是安卓手機當成一個美機的相機 透過這個白色的盒子 全螢幕直視的 投影到這個電腦的obs 採用這一個 另外一個白色盒子是剛剛加了這個是直播 直播的那個觀眾端 觀眾端接一個白色盒子你就可以投影到電視呈現全螢幕 這樣子 這樣子在可以幹嘛呢 你在直播的過程中 不是會有來賓的一些互動嗎 會有留言呢 加一加一加一 你就可以由這個大螢幕來看到 你看我現在做個示範給你看 這邊訊息我就留言 沒有留言可以哦你看 你看我直播的過程中就可以看到這邊的留言了 這樣就是一個很完整的一個美機的一個教學 不管在直播端或者是光看端的一個應用